你知道吗 家里这些你没注意的地方 竟然在偷你的店呢 美国有多花好几百块钱 再看看你家有没有 1.热水器 每天都洗澡或者是用热水的话呢 建议是一直开着 因为重新加热用的店 比宝宝用的店要多出去一倍呢 所以一直开着的话呢 是更省电的 2.通常 每条一个都就更省电 10.夏天25-27度最省电 记得热风风扣朝下 升风快 冷风风扣朝上 降风快 3.台式电脑 你以为台式电脑不怎么耗电 确实在带势状态下 耗电功率竟然达到了3.5万 所以在不使用电脑的时候 关机之后一定要记得拔电源 4.冰箱 记得要调温度 夏天2-3档 冬天5-6档更省电 冬天